第二 要到乌斯别克斯坦 叫这什么勋章? 友谊勋章 不是最高的 这次哈萨克斯坦 乌斯利贺坦的访问 他和我们有直接的关系 几乎是最直接的 受苦的就是中国人民 每个人都拿钱 只会坏不会好 乌斯别克斯坦的国家勋章奖励 这主要是这个友谊勋章是给外国的贡献的 这个都发给过谁啊? 我记得有什么外交部的 什么王杰是吧? 还有被抓的中石化的王毅林、张德广、张肖、孙丽杰 外交官王毅林已经被抓了 看着没有 全搞外交的 就是在这块买卖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那位表哥朋友 最好的朋友都是 王毅林就是这个表哥跟他接上的 王毅林在盘古的21楼给我吃饭 哎呀 那牛的 说兄弟傻时候回你山东老家回辽城的时候跟我说一声 山东省长省委书记一句话 回你老家的时候沿路全给你封了 他说你看看 我这在哈塞克斯坦、乌斯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哈塞拜疆 哎呀 你这要跟我说干 找谁 哪个总统、哪个总理、副总理 你想干啥干啥 如果你上得去 我保证你天天晚上有处女 这是他原话 然后呢 舞蹈天天晚上伴随着你一整夜 真的是这哥们后来啄得真是啄得够的 大家知道结果是什么 你看到获奖名单 我刚才我这之前我真的没看 这全都是中国的外交的腐败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为什么能在全球有这样的朋友 中国不是每个人都会盖五星级饭店、七云级饭店 不是每个老板都长我这样 也不是每个老板都有你七哥这种 就是不卑不亢的个性 既不是大头正 也不会卑卑到所谓的那他们的靴子下面去 但今天到乌斯别克坦 刚才那个友谊勋章 多少钱知道吧 刚才是一千亿 是哈塞克斯坦 乌斯别克坦 一百亿 到一百五十亿之间 而且我也告诉你 这里边要接见的华人 所有经过甄选商会 乌斯别克坦哈塞克的华人见面 华人领袖见面 和当地的所谓的华人企业见面 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 然后有几个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家 其中有一个啊 中国的商界我多年的 搞酒店业的人 搞服务行业的人 会随从洗太阳出发 此人头两天告诉我说 七哥让你全说对了 我花了几百万 想跟到洗太阳出发 漏漏镜 证明我安全 不听七哥话 不是赔钱的问题 还要被掏缸门 掏嗓子的 受罪的问题 现在退不回去了 所以几天前再跟人家商量说 能不能钱我再多给点 让我别跟访了 不行 名单都报给哈访了